一輛銀色鄉行車歸速行駛在快車道 因為他車頂放了好幾個大紙箱 像滴滴樂一樣 在路口監視器也拍下 開在他後方的駕駛門 也似乎怕這紙箱突然掉落 全都閃得遠遠的 有的則是受不了他開太慢了 超車遠離 是忘記取下來還是車內已經塞滿 無處放貪圖方便載貨不知道 但駕駛這樣真的很危險 當時駕駛車頂是放了 12345678910 是個大箱子上面寫著觀賞花卉 小心輕放 但業者沒有用繩索捆綁固定 其他有經驗的司機看了都只搖頭 你老駕了就不會 不駕了就怎樣 第一點就發生在高雄三明區的十全二路上 五號中午十二點多 將使唯一規定裝載貨物可儲三千元以上 一萬八千元以下罰環 但不只貨物不能這樣載 還能證明四主行進同樣NG 只見他把小灰狗放在肩上 騎著腳踏車上路 雖然狗狗似乎很習慣 但事件被剖上網 警察大人這樣說 儘管四主因為騎單車沒有腳踏板 可以放 但在動物比照貨物 小黑狗乘坐在主人肩膀上已經超過車身 一定限制最高可儲六百元罰環 TVBS新聞 高雄台南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